我媽 我媽很辛苦你知道嗎 他忍了二十年耶 美女議員宋利華母子三人 接受週刊的專訪 大兒子邊哭邊控訴 父親前立委蔡豪 動不動就言語辱罵 對家庭不聞不問 媽媽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一年回不到家幾次 就在對外公共廠說 我愛這個家 我愛這個家 你要問我現在對我爸什麼感覺 我恨 真的很氣憤 警方指控蔡豪三年前 因為蕙璇案被判刑 之後出遇行為越來越誇張 儘管他沒有申請保護令 但從今年四月中旬 蔡豪三犯兩次傳訊息威嚇 還長得那家裡面大鬧 更在門前搭帳篷 甚至直接找鎖匠破壞門鎖 警方澄清因為房屋是蔡豪租的 錢也是他繳的 根據家暴令 是限制兩個人面對面 警方將依法處理 而蔡豪本人沒有受訪 但透過聲明稿強調 表示與妻子結婚二十多年 因為工作讓宋利華受到五顧波及 他深感不捨 本該自省 期盼能夠重修就好 也表示遭鎖匠開門 是想禁物拿私人物品 強調全案是單純的甲午市 蔡豪也秀出與家人的賴對話 證明與兒子常有互鬥 兒子還會說 他要帶女朋友去家裡住 並非什麼都不管 也說自己在外面搭帳篷 是因為夫妻吵架 不想惹怒太太 強調自己真的很愛宋利華 現在只希望能挽回家庭 記者張春華評論報導 幸好 請中文